大家好 我是W BOO 给你们看一下W的那个魂环吧 OK 风啸天 OK 就这样 然后带什么 疾风连掌猛兽 OK 然后这个擎风猛兽 OK 重伤流 OK 然后这个第三魂 GW本来也是要带猛兽的 可是为什么W带巨蟹 因为如果要打架的话 这个普通攻击很少会用到的 都是出技能的 所以W是拿他的这个属性 暴击率15.9% 因为如果带猛兽 你看攻击400 什么精神 鸡蛋糕 什么屁股精神 他W就没有别的了 所以W带这个 就看他的属性吧 因为反正普通攻击也没什么重要 就拿他的暴击率属性就这样 然后魔狼风暴 OK 就这样 所以打架魂环要快的话 应该是 1 1 然后这个应该要带1的 1 然后2 1112 1112 OK就这样 可是主要还是要看属性啊 属性啊 OK就这样 然后带什么 第五魂环带什么 带狂怒 暴击率 什么暴击率有什么 最终伤害提升24% 我也代表带这个啦 什么 狂怒 狂怒啦 刘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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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魂季血虫 这个打两次的 你看对面50%血以下 又可以直接打多一次啦 拿5万年打多一次啦 伤害又更高啦 什么提升300%啦 OK所以很痛啦 所以就打很痛啦 第二魂季也是血虫啦 你看什么 什么对面的血越短 刘恶龙伤害越高 什么速度越快 什么多人就可以跌加 跌伤害 跌攻击 跌爆击伤害啊 OK啦 很好啦 跌啦跌啦 总之这个 这个是打爆发的啦 OK飞行系的是什么 飞行系的这个狂龙 是神经病啊 发神经的是等自己队友死的 可是打架不适合啦 打架如果还要等自己队友死就输了 我的天 所以这个没有用啦 所以打架就带冲针啦 爆发 打爆发 OK然后第三魂季 W带这个飞行的啦 什么龙霄 什么烧人的 OK烧人的 因为本来是带血虫的 血虫是打人更痛的 你看50%血以下 又打人更痛了 因为这是普通攻击啊 所以影响不大啊 所以W带这个飞行 是因为它的属性啊 攻击9.4% 哇这个超级好 这个攻击属性 然后这个血虫呢 是什么生命 这个不好 所以W不带这个 普通攻击影响不大 OK就这样 然后第四魂季飞行 OK火龙结界提升攻击力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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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五万年有先机 有先机就可以直接触发啦 一开始不用触啦 它的攻击力就直接提升啦 什么让对面受伤提升 30% 然后什么blah blah blah 就这样很痛啦 OK就这样 然后第五魂季就带这个 什么蝶后 蝶峰 OK就目标生命的血越短 然后打那个伤害就越痛 15% 15% 30% 45% 60% 如果对面50% 血以下 差不多 什么 60%血以下啦 144 248 36 差不多16%嘛 OK 差不多提升16%的伤害啦 17% 18% OK不错啊 这个蝶后 OK啦 总是都是打爆发 打爆发 风啸天使 重伤打爆发 打爆发 OK W火舞 火舞就是主要是速度 OK总之就是抗拒火玩击退行动条的2 然后这个烈焰 这个加速度的2 魔珠 然后这个是蟒蛇E 烧人的E 然后这个W带魔珠开结界沉默 OK 受伤提升2 然后这个1万年是精神力提升 OK带精神力提升 然后你看W哦 你看这个魔珠啊 你看W有魔珠5万年 魔珠5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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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用一个4万年就是因为 速度啊各位 速度3.1 就是因为这个速度 W不懂为什么 这个控制的啊 这个魔珠啊 打不到速度啊 鸡蛋糕啊 然后这个只有W 只有4万年的这个速度啊 你看 啊就速度啦 你看 总之 打架要抢先手就要速度快啦 所以W都穿速度啦 然后这个因为这个是加速度啊 5万年 加速度80点 所以虽然他的这个属性没有加速度 可是W还是穿的 精神加15%是不错 OK速度 然后这个蚌蛇 OK也是速度3.1 然后这个也是你看4万年 W都没有特地穿一个5万年 就是因为他也是速度 你看4万年的速度3.1 总之W都在收集速度啦 目前还没有收到5万年的速度啦 鸡蛋糕都收不到 就这样啦 总之W活无打架就快点啊 要让他速度快嘛 那就抢先手咯 鸡蛋糕 就还敢啦 OK OK 再来就是龙龙啦 RONG RONG OK 然后他的这个第一魂技 OK 带植物啦 什么推进行动条啦 blablabla 什么加攻击啦 OK 就这样 好 这个第二魂技是带这个玲珑 假盾的玲珑 你看提升攻击力啦 提升blablabla 你看提升那个强攻啊 这个 30%暴击率啊 暴击伤害啊 blablabla 总是打爆发啦 这个是打爆发啦 OK 打爆发啦 然后这个第三魂技是带植物啦 你看 什么推进速度啦 推进速度什么 使全体获得一半的速度啦 OK 还不错啦 加速度啦 然后这个第四魂技 无地声光 啊 就是给那个水啊 给那个风啸天的无地声光 因为W的 什么 W的隆隆还没有红二星啊 才红一星啊 所以这个假盾 还没有触发到这个五万年 什么他的魂力消耗降低两点 目前是降低一点而已 OK 可是也是不错啦 够用啦 够用啦 OK 加攻击啦 立即行动啦 OK 就要打爆发 打爆发 打爆发 OK 香香 香香 OK 第一魂技 带这个假盾 OK啦 立即行动啦 强攻啦 加伤害啦 立即行动啦 打爆发啦 打爆发啦 OK啦 然后这个第二魂技是带这个 什么 推进全体行动条的 然后又可以什么击退行动条的 OK啦 就是要快啦 就是要快啦 打爆发啦 OK 第三魂技也是你看 加全体行动条的 OK 要快啦 要快啦 第四魂技 W就没有带盾了 因为W是打爆发了 要打快了 所以W就没有想要把那个回合拖很久 没有想要到 没有想要保护啊 没有想要保护 所以就带这个侧影 这个侧影就是敌方打你 有概率可以增加那个魂力 然后那个敌方又在打你的时候 然后他又有概率被扣魂力 OK啦 他又有先机啦 你看他开场又有两回合的侧影 就不用自己出啦 先机啦 所以也是算属于爆发啦 先机很好啦 OK啦 再来就是奥斯卡啦 奥斯卡啦 OK 第一魂技 OK 补魂力啦 加攻击加暴击啦 OK 爆发啦 爆发啦 因为他只可以什么 他可以补那个魂力补三成啦 三回合而已 之后就不能再补魂力了 只可以补攻击而已 所以W因为打爆发 没有考虑要拖久啦 所以就用这招吧 OK 就这样啦 好 第二魂技带植物啦 一开场加魂力啦 OK 这个大家都懂啦 是不是 很好的嘛 OK 然后第三魂技 就带这个植物啦 什么加攻击啦 加暴击率的就这样啦 然后第四魂技 W带这个 解毒小腊肠 就解火啊 解毒啊 解晕啊 解异啊 解异常状态啊 解异常状态啊 就解啦 因为反正W的那个 什么 W的那个风啸天是玩重伤的 打架玩重伤 没有玩速度 所以不用带那个什么 带那个什么 蝴蝶翅膀加速度%率 不用 就带这个解了 很好就带这个解的 哦 第五魂技 OK 冲阵 我带攻击力最高的三个队友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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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伤害啦 OK啦 然后这个 香香的第五魂技 就带这个 陆鸣 OK 是加伤害啦 最高队友 我们加伤害 第五成3% 15% OK 然后这个 龙龙 因为龙龙W的第五魂技 还没有开到啊 因为W才刚刚养他啊 你看 还没有开到 差一点还是差一点 你看 差一点 差一点 差一点就可以生到魂王 应该是明天就可以生到魂王了 嗯 明天明天 不要打困难 浪费体力 打普通就好 慢慢讲 明天就可以生到魂王了 所以如果W的龙龙 W的龙龙明天生到魂王 第五魂技 有机会带 带 带 这是普通攻击 不要带这个 应该是带这个 带这个 超回复了 给那个龙龙 什么被暴击 可以自己回血 然后又可以帮队伍的 最低一个血的那个游方 再回血 应该是用这个 用这个 因为不然没什么东西穿的 不然还可以穿什么 因为普通攻击啊 W用技能打人 有没有用普通攻击 打人所以不要穿 还可以用什么 诶 还可以用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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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伤害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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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ok啦 ok啦 影响不大 还可以穿什么 不然就穿这个吧 玄星 受伤降低 让自己更硬一点 治疗效果又提升9% 补血 补人又可以补多一点血 OK啦 这W打快的都没有在补血 融融没有在补血的 全部都是 不是带补血的魂环 所以应该是带这个 被暴击了 自己补血 又补一个最低血的 ok应该是带这个 超恢复啊 ok 最后来说一下融融的速度啊 W融融速度算蛮快的 因为W的魂环 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打到魂 那干嘛 速度的魂环 你看5万年的植物 速度7.2耶 超级无敌好耶 速度7.2很高了耶 然后这个甲盾的 你看速度4.5 然后这个植物的 速度6.1 然后这个甲盾的 速度6.1 我的天啊 全部都拿到速度了 哦 不知道为什么啊 控制的啊 控制的5万年 一个都拿不到 一直拿到这种 这种什么 辅助的一直加速度的 那W的这个融融 它的速度多少啊 因为它的速度171耶 速度171耶 速度171 所以你们有时候看到啊 对面的独孤波啊 吃掉W的火舞的速度 那个争议啊 可是W的这个融融 它还是能第二块 它也是在什么 全场是第二块 因为它的速度蛮快 171很快 蛮快 因为W这个加点打架的时候 也是加速度 就是要为了让它很快 就是要避免 让独孤波 如果吃掉的话 它还能什么 还能撑一下 不会好像 局面好像很糟糕啊 好像如果你们打架的话 如果你们队伍又有火舞 又有独孤波 所以你们的融融是不需要加速度的 可以直接加完攻击 因为加完攻击的话哦 然后你们的这个无敌神光哦 你看它是根据融融的攻击力给队友嘛 就可以给更多攻击力 给那个风啸天啊 或者给那个水啊 给你的主席对了 总之就更好啦 可是W就是 不想要玩独孤波啊 W就是不想独孤波对了 啊啊啊 反正W也很少打架 总之就没什么用独孤波对了 总之今天拍影片就是 特地拍一个打架给你们看吧 OK就这样啦 然后最后最后来 W火舞 W火舞速度你看加速度 可是速度也是 你看才160啊 速度160 然后再加它本来的这个 这个多少啊 这里加80 所以就18 19 20 240 所以W火舞的速度是240点 240点 OK啦 可是它的基础都是比较低啊 因为就是 就是因为 W的融融 这个魂环 这里加太多这个速度了 加太多了 所以比较快 OK啦 它基础比较快啦 就这样啦 OK 总之就是如果要打快 就是带这个 速攻的这个植物的 然后带这个玲珑 然后带这个加速度 然后这个如果要打快 也不是带这个 九宝琉璃的 然后这个第四魂技 就带这个植物系 那个什么 神光护底 这个是保护的 可是主要都是要看 风啸天 如果W的风啸天 是拿那个极数 如果是第四魂技 是玩这个极数 这个是巨环 所以就 W的融融 就不可能带那个 什么 5D 神光给它的 所以就带保护的 可是如果 W不要玩极数的话 W如果玩 那个叫什么 巨蟹 巨蟹 啊 魔狼风暴 这个是直接一开场 就直接打过去了 这个是打重伤啊 打重伤啊 这是打更快的 我的天 这个是属于 更爆发流 我的天 更爆发 如果W是拿这个魔狼风暴完的话 所以那个融融的第四魂技 就可以 换成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九宝 无敌声光 对 九宝无敌声光 巨环 直接巨环给它 因为风啸天已经没有极数巨环了 所以这个巨环可以直接给它 所以就是可以说是有两种玩法 各位 因为风啸天本来就是可以玩速度流 不然就是玩重伤的 都可以 然后就是这个第一魂技 疾风连斩 这个是重伤的 打多多次的 就是配合那个魔狼风暴打出来的 然后这个第二魂技也是要改的 如果玩重伤 就要改成是那个叫什么 哦这个 什么清风 这个重伤的 OK 所以W的风啸天如果在打悬伤BOSS的时候 一定是第四魂技一定是带这个级数 然后让它可以打快快 什么魂力扣两点自己 照顾自己打快快 然后这个第一魂技就带这个疾风连斩 OK 不要问W为什么带这个疾风连斩 打那个选伤BOSS 总之就是这一招会打比较痛 相比那个什么 相比这个龙卷锋刃 W是没有很专业 好像那种数学家 科学家 什么专家去特地去测啊 W是看到很多人 打那个选伤BOSS都是用疾风连斩 然后打比较痛 那W好像也是试看带 诶 感觉那个伤害好像也是比较高 所以W就一直带着这个疾风连斩就对了 OK就这样 再来就要讲香香 如果W的风啸天是玩这个极数的 然后那个香香就是带的 就是配的嘛 就是这个第二魂技 就是配这个甲盾 OK就是这个速度 你看什么香香存活 什么速度低于自身 笨拉拉拉拉拉 OK为什么要改成这一招 因为你的风啸天 已经不是完速度流了 所以带这一招 它的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然后反而带这一招 又能击退行动条 又能推进行动条 这一招的意义比较大 玩重伤的风啸天 OK 再来就说香香 第四魂技就是这个假盾 这个是保护的 保护保护 如果你不要保护 你觉得那个关卡很容易过 要打快的话就带这个植物 这个是加魂力的 什么人加敌方打你 你可以加魂力 不然就是敌方打你 然后敌方也会扣魂力之类的 你看还有先机开场 就自己会有两个侧影 OK OK 再来就讲奥斯卡吧 奥斯卡 OK 就它第一魂技 这个加攻击的 补魂力加攻击 什么加暴击的 可是这个如果打持久战 就不要带这一招了 因为它只能回三次而已 回三次而已 然后之后就不能回复魂力了 所以它这个 这一招是属于爆发型 加攻击加暴击的 如果要打持久战 就一定是带这一招 恢复大香肠 补血的 然后一直补魂力 补魂力 什么之后 跌跌跌什么五点 最高五点 可是还是能补魂力 OK OK 再来就第四魂技 就是这个加速度的 巴仙率的 所以这个就是配 风啸天的那个 级速的 如果你是速度流 风啸天 就一定是带这一招 如果你是玩重商的 风啸天 就是带这个植物的 一定是带这个 因为这个 极型了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带这个解毒了 什么 解晕啊 解异常啊 解火啊 解毒啊 OK 然后再说一下火舞 火舞就是 通常的第五魂技 一定是带这个 击退行动条 一定是带击退行动条 这个带晕也是可以 平时如果你要晕到人 需要晕的话 也是可以 可是晕比较少带 通常击退行动条 都是比较好用的 OK 再来这个 这个一定是速度啦 带速度啦 这个速度的啦 不然就带 如果打Boss 打Boss一定是带这个火级 带火级啊 各位 火级 然后为什么平时 好像可以看到 什么 不管W队伍 哪个屁股人 可以打到那个Boss的时候 还是打到人的时候 可以晕到人 因为这个火级 各位你看 那个火级跌到 blahblah 然后有100%的 该率可以 眩晕到目标一回合 所以当这个火级 在那个状态 在那个Boss身上的时候 随便 不管哪个猫雷 去打那个Boss 一定可以晕到 那个Boss就对了 OK 然后为什么火级 是带去打Boss 因为你受伤提升 你看70%受伤提升 OK 然后在第四魂级 也是通常都是带 这个什么 这个结界的 开沉默的 然后那么受伤提升 OK 可是如果你的风啸天 是玩重伤的 你的风啸天玩重伤 你们是可以带 这个什么 火无耀羊 你看 因为它是巨环 你看 它是巨环 如果是重伤的风啸天 你的这个巨环 就可以给那个风啸天 什么提升它的伤害 什么就能提升 它额外的攻击力 OK OK 再来就是柳二龙 就是它的第一魂级 就是这个 可以打两次的 什么屁股 什么当那个 第一方的血50% 可以再打多一次 之前已经示范过了 就这样 蛮强的 然后这个第二魂级 这个也是 你看 当那个第一方的血越低 这个柳二龙的伤害就越高 什么可以叠加伤害攻击力 什么加加加 OK 蛮不错啦 所以这一招是不用等 这几的队友死翘翘 就可以触发的啦 如果你是很想要 它变成发神经的话 想要它 剩下它一个人在场上 然后很强的话 想要逆转的话 也是可以带这个 狂龙啦 喜欢啦 总之就是看 什么关卡 什么副本啦 什么之类的 你们自己换啦 可是通常 平时都是带这一招 因为这一招就是打爆发的啦 我的天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订阅发生 链接下来 点个小铃铛 就这样 大家伙伴啦 再见 再见